火灵剑 剑中邪神 弃生邪义 今天我们介绍 凤云中最坑爹的武器 火灵剑 火灵剑多数次攻击 攻击力加100 普攻附带火焰着实被动 每秒加10点魔法伤害 持续3秒 特殊技能烈火龙岩 可造成群体200点伤害 配合技能十日剑法使用 伤害效果翻倍 火灵剑是端家的试传宝剑 剑体血红 剑柄毕律 颜值时而不滑 梦号中火灵剑 没说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 很多读者都认为 是普通的铁剑 其实火灵剑 是天涯第一剑 段正贤的配剑 因为火麒麟四处作乱 段正贤为除火麒麟 与之大战 用剑砍下的火麒麟 一片麟甲 这之前火麒麟 一直刀枪不入 段正贤能用此剑 伤到火麒麟 可见此剑 并非繁帖打造 段正贤将麒麟甲 镶嵌到了配剑之上 顿时宝剑升起 能放出血火 成为了神兵火麟剑 火麟剑贯穿入心 顷刻间 就可让对方 血液蒸肝而亡 火麟剑 还可以让使用者的 内力提升 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火麟剑会慢慢 影响主人心智 让其邪气入体 走入魔道 断浪而食 火麟剑是男麟剑手 段帅的配剑 段帅的武功不早地 完全是靠着火麟剑 在江湖上成名 段帅深知 火麟剑协其入体的特性 并将其封存 可是段帅的一切荣誉和地位 都是火麟剑给的 所以他不得已 将火麟剑解封 只要拔出火麟剑 段帅便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连儿子都可以不要 段帅在灵营窟失踪之后 火麟剑也随之不知所踪 而后段浪来到灵营窟 尋得火麟剑 段浪之前 也是正义善良的少年 自从拿到火麟剑之后 段浪的心智 也慢慢发生了变化 段浪将火麟剑 看到是自己的朋友 爱剑如命 火麟剑每日都要引用人血 至于段浪也变成 杀人肉麻的坏蛋 不多久后 拜剑山庄 读造近百年的绝世好剑 马上就要问世了 段浪应邀参加祭剑大会 他不想绝世好剑问世 抢了自己火麟剑的风筹 在拜剑山庄 段浪手持火麟剑 和剑城的英雄剑对拼 两把剑一正一邪 是天生的死敌 也许是剑城太拉了 这是火麟剑最高光的时刻 而后段浪应用火麟剑 披向布京云 竟然被布京云的麒麟臂挡下 绝世好剑问世之后 火麟剑的风筹 都被绝世好剑抢走了 段浪手持火麟剑行走江湖 此时他已经邪气入体 为了能够出人投地 他什么过手事都可以干得出来 甚至连朋友叶峰都可以出卖 段帅重出江湖之后 曾经让段浪放弃火麟剑 可是段浪知道 火麟剑的存在 将他功力大增 所以拒绝了父亲的要求 甚至骂段帅 毫无斗志 而后火麟剑 凭借自身属性 被第十天看中 成为了七五屠龙之一 屠龙之后 涅峰要找段浪报仇 为了保命 段浪跪地求饶 自己毁了火麟剑 证明自己 不会再受火麟剑的邪气影响 此次火麟剑便消失了 火麟剑是因为火麟剑的灵甲 才成为神兵 也被广大网友积称为量产神兵 只要拿到火麟剑的灵甲 都能秒杀火麟 那火麟剑 还不是分分钟就生产出来了 可是段浪吃了双龙猿之后 都不想着再造一把火麟剑 可见火麟剑确实挺坑人的 把一个正义善良的小伙 坑得不清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